哈囉大家好我是TUN 那麼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 要做冒險道聯盟的意思喔 那麼今天就來稍微試玩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禮拜馬福利喔 好那麼現在的話預約大聲獎勵的話是可以拿到 扎坤套裝 限定稱號還有海量紅轉 好那麼就直接開始遊戲啊 目前的話是開到了63幅 那這邊的話總共是可以選擇有這幾個職業 分別是飛俠 法師 戰士 攻守 砲手 每個職業的話都是可以選擇男女啊 那這個職業有很多嘛那官方的話也特別做了一個職業的基礎介紹 新手的話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那麼這邊就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如何蒸霸冒險黨就開冒險之多少 今天阿爾飛帶冒險家們學習在創腳時如何選擇職業 飛俠是聽戰角色類似於刺客通過高速移動就瞬間爆發打出高的傷害 但是自身的坦度不足 並且飛俠是一個比較吃裝備的職業 所以飛俠更多的是後期發力 前期飛俠的話可能會熱身一仇 但是飛俠真的很帥 法師主要依靠遠程類的尋傷技能進行攻擊 前期的推突速度遠遠超過其他職業 其技能特效也是最為好看的 除此之外 法師還有多種元素能力可以為技能帶來足夠的輸出效果 戰士在遊戲中屬於六邊形戰士 各項屬性都比較均衡 自身技能帶有群組輸出 疼傷能力也不錯 高傷害的技能加上自身坦度 在前期也是比較吃香的一個職業 炮手職業主要通過技能和PA進行高頻率輸出 在火力不夠的情況下可以快速清除敵人 加上炮手自身擁有強力的控制技能 所以在日常刷BUS中表現十分給力 攻守是遠程射手 擁有兩種輸出手段 一個是長線的攻堅物理輸出 到中期冒險家有了一定的裝備和技能後 可以進行魔法輸出 並且傷害也非常可觀 在前期推突方面和法師有的一拼 關於職業的簡介到此為止 1月24日冒險島聯盟 好那所以看一下的話就知道我們的飛俠 就是只有帥 然後法師可能在前期的時候可能稍微還可以 輸出還行 可能到中後期的話輸出就稍微不太行 那我們炮手的話也是遠程攻擊 可能本身的身板會比較脆一點 那看一下的話就是攻守還有我們的戰士算是 比較強的 因為他中後期的話也可以變成這個魔法攻擊 那麼也可以看一下目前玩家的一些 心得 好那麼這邊的話可以看一下其他玩家對於這個職業的評論 除了戰士跟攻守的話都是下水道 然後後面的話基本上都是玩弓的 然後飛俠的話就是一個下水道 難怪官方一直稱讚他 這個職業非常帥 那帥的話那就 可能就沒有到很強吧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麼這個就選個攻守開局看看 好這邊可以選擇頭髮 有個粉色頭髮 搭配一個粉色眼睛嗎 那個這個橘黃色的眼睛 然後 跟這個頭髮 組成在一起 然後搭一個這個灰色的 灰色感覺沒有到很好看 綠色的跟藍色的 搭一個紅的好了 都是比較偏向銅色調 過去 冒險島是一個美麗的世界 相和安寧 封住山丘 引導員賣家我們現在基本的戰鬥訓練 我們先把這個控制按鍵先設定好 靠近的話就會自動釋放技能 也是偏向那種 挖機放置 怒氣技能 基本的戰鬥技巧 你已經全部掌握了 這個操作也是很簡單喔 接下來跟南哈特 對話一下 這個弓箭射的也是很帥啊 這個上面打不到下面 只能下去 接下來可以打造我們的裝備喔 我們收集到了異常能量 繼續通關 其實這遊戲主要玩法應該就是像這樣喔 就是掛機放置啊 不過之後應該會開啟自動巡怪喔還有這個 技能托管 自動巡怪一隻三就開啟喔 我就不用手動去操作啊 超輕鬆就掛機啊 現在1-3了 都有異常的能量在運轉啊 他這個自動機可以連續爆 爆射好幾發耶 喔還掉了這些 裝備 打造升級 1-4 開啟自動巡怪 那我現在手就不用特別去移動 他這樣一整排直接瞬間秒掉 好那接下來就繼續一隻四一隻五喔 這樣一直推主線打下去啊 我看我們把這些錢錢丟在這個角色上喔 然後刷過來或是PVP變得更快吧 數字變得更高喔 好現在也可以強化技能 後面技能還有飛龍衝擊波還有召喚兵鳳凰 木器技能也是有不同 蝙蝠魔 然後這個熟悉的BGM 就直接戰嚕 就 打贏了 好勝利 好那這個就是這遊戲的大概玩法 那這遊戲的禮包馬也是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這裡就大概41 41級前可以兌換了然後這邊是暗號 然後左上角活動然後風之希望活動 然後這邊的話就有這些禮包 像是 CP3個8 然後利B3個8 利利66 利利888 還有Q利6688 然後 DASN FTN BQ 然後這些獎勵的話就是 可以去輸一下 拿一下這些福利啊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專屬時裝禮包嘛 然後現在還有這個開服慶典 開服慶典福利恩聯集 這邊每天登輪都可以領取豐富好禮喔 有職業的87紙裝 還有技能手冊 A10SR寵物拉奇還有這個拆封 魔棒 紅鑽怪怪卡套裝金色圖騰等這些獎勵喔 然後在線也是可以領一些寵物的碎片啊 紅鑽等等的獎勵 然後七天樂的話還可以拿這個優娃寵物泡泡雨 我們開局福利就是有這些還有這個 時裝設計師喔 四套的這個時裝啊 華麗這個喪心喔 可以來去湊一下 好吧那以上就是今天這個冒險島聯盟的意志的遊戲史玩還有這個官方推薦的職業 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